大家好,這次我們又帶大家衝出大灣區 去到東南亞這一邊,馬來西亞 相當多華人喜歡在這裡定居,又或者是在這裡置業投資的地方 馬來西亞本身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 擁有美麗的自然風光、獨特的建築風格和豐富的歷史文化 在這裡你也可以享受到很多美食、購物、娛樂 甚至是一些探險活動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而這次我們要介紹的樓盤是處於首都吉隆坡的高端物業 樓盤名叫做Central Swiss 這個項目擁有現代化的設施和設備 包括游泳池、健身室、優美的懸吟環境和24小時的保安系統 可以讓你感受到舒適和安全的居住體驗 現時的項目已經處於現樓的階段 每一個單位也是通過精心的設計 而在景觀方面大部分都可以享有開陽的景色 當然你要居住其中的話 另外一個可以考慮到的就是採光和間隔 也是做得非常理想的 另外還有一個在地理位置上最強的賣點 我還未說的 就是這個項目Central Swiss 其實是位處於七線交匯的交通樓樓點地鐵站的常蓋 你沒有聽錯是七線交匯 兼且Central Swiss的入場加 只是說大約130萬港幣左右 你就可以買到這個KL Central的常蓋物業 這個就是吉隆坡的中央車站 是一個超級大站 全部的線路都匯聚到這個站 而關於這個七線匯聚的中央車站 其實它裡面是分了幾種的鐵路系統 包括我們講的比較認識的KTM、LRT 以及可能你搭飛機有機會會坐到的 就是在機場直接回到市區這邊的吉隆坡機場快線 雖然我們以往去吉隆坡旅遊 可能會認識的一些地點 包括雙子達那邊 也就是KLCC 如果是最集中的購物點 當然就是星光大到Pervilleum那一頭 如果你對於整個吉隆坡的發展 認識更深 可能也會聽過另外一個新的金融區叫TRX 那邊就剛剛開始發展 未如全成型 但如果說回真正的交通樓樓點 也可以對比香港這一邊的九龍站 某程度上它交通樓樓點的地位比香港九龍站更強 你只需要港幣130萬的價錢 就可以投資在一個這麼漂亮地段 七線交匯的地鐵上蓋 現樓項目 無需擔心 接下來的7月29日和30日 我們就會在旺角這邊舉辦的展銷會 相關的詳情就在影片下方可以找到 除了劉潘的介紹 我們也有MMTwitch第二家園定居計劃的專家 為大家講解一下現時 新政策客有什麼要注意 以及真的想辦理MMTwitch的話 到底相關的流程是怎樣的 有興趣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了 我們自家兄弟等你來了解這個 位處於吉隆坡 KL Central 那麼值得投資的超順燃流項目